今天的分享 我想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時刻 因為原本大家預期今天要放颱風架 然後外面應該風雨也有一陣一陣的 然後今天其實還有一個意外 意外就是說 大家看到這本書的分享 作者有兩位 那我的前輩丁志仁丁老師 就前幾天確診 所以他不能來 所以他就請我代替他 能夠把這一個分享可以完成 我想今天時間 這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想我盡量濃縮 我把這本書裡面 我們想要談的一些重點 跟大家做交流 那我想因為人也蠻少的 我想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也隨時可以提問啊 打斷我啊 或者是我覺得 甚至我可以邀請我的學生 跟大家聊一下 怎麼談 怎麼學習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是蠻難得的機會 那我就開始今天的分享 我想簡單的介紹一下我自己 其實剛剛有媽媽來找我簽書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專業主修是特殊教育 我現在還在台師大的博士班 休息 就是在學習 目前是四年級升五年級 那我自己的大學 其實離這裡非常近 大家應該知道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走路也就可以到 所以我都開玩笑說我的高中畢業後 我最常出沒的就是和平東路 因為國北教就在和平東路上 師大也在和平東路上 我的塑班博班整個包含我很多工作的一些學校 也都在和平東路上 那大家可以看我的一些學經歷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說 我是很傳統師範院校培育出來的老師 早期就叫師專嘛 師院 那包含到師範系統 但是我畢業之後 我沒有在公立學校服務 就我沒有選擇去考教征 但是我有三張教師證 因為我那個年代 畢業之後實習完合格 就可以拿到教師證 所以我有三張教師證 包含自由教育 包含身心障礙的教育 包含普通教育 但是因為我覺得跟我自己的特質有關 所以我就沒有想去公校服務 但是我對教育還是很有想法 我就對於教育現場 對於教育的生態 我看到一些我覺得可以著力的地方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在不同的領域 從事很多各式各樣的教育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我自己創業 所以這個工作室到現在還持續在運作 主要就是協助很多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 或者是說他也不是真的在我們體制內被鑑定他叫特教生 但是他有一些這樣的特質 包含在情緒的調節上面 像我早上其實我今天穿比較休閒 因為我剛才在車上換衣服 我早上是去籃球場 教我的學生運動 然後我透過運動的方式去訓練他們 情緒的調節 所以我的課基本上都是在一般的情境 讓他們能夠透過這些經驗去學習 所以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那從我碩士班畢業 就成立這個單位到現在 每年寒暑假我們有非常多的活動 像我們今年暑假我帶學生去綠島 綠島大家有沒有 應該聽到綠島大家都知道說要環島嘛 因為綠島也不大對不對 大部分人去綠島都是騎摩托車環島 但我帶我的學生是徒步環島 而且我們環了兩次 一次是天黑在那種很暗很暗的 看不到路的那種狀態下走一圈 另外一個是白天的時間 我們早上三點起床去看 去朝日溫泉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去朝日溫泉準備看日出 看完日出 趴完溫泉之後在徒步環島一圈 去人泉公園 人泉的一些導覽的活動 就是說 我的課基本上就是在很多的情境當中 讓學生去驚豔 所以像 如果沒有疫情 今年我們原定是要去西班牙 走那個朝聖之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一走就是從法國會一路走到西班牙 那要走45天左右 每天大概20幾公里到30公里 所以我們其實也開始鍛鍊 像今年的寒假 2023年 我們要第一站是從台北走到新竹 帶學生 那我的學生其實你從這邊可以看到 年紀最小的現在是四歲了 那主要是學齡階段的就是六歲到18歲 就是在小學教育中學教育高中 但是其實最大 我如果沒有記錯最大的學生目前49歲 他今年也有跟我們去 我們的暑假的一些活動 那些孩子 那基本上不叫孩子 基本上都是成人了 但是他們在不同的生命階段 可能會遇到不一樣的議題 那我大概就是 因為長期跟他們在一起 我覺得有一定的信任的關係 所以這是我 從師大碩畢業之後就成立的一個單位 一直持續到現在 然後我們在學期中有一些固定的訓練活動 這是大概簡單的介紹 那其實我的工作 我的職業也蠻有意思的 我在2012年的時候 我工作是已經穩定經營蠻長一段時間了 然後整個訓練模式也都很明確了 我就開始也嘗試做一些不一樣的方案 這張照片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軍醫教育平台 均等的均一流的一 他現在在台灣應該是最多人使用的 其中一個線上的免費的教育平台 那2012年這個平台在台灣成立 那我是第一批的在平台 應該說在平台建置平台的人 我進這個基金會的時候 比這裡還少 我是第四位 我是編號004的員工 那這個基金會在做什麼呢 叫層次教育基金會 我們那時候在做的就是 美國有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平台 叫可汗學院 可汗學院大家有興趣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叫Con Academy 它上面有非常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學習的素材 都是免費的 你想到的科目基本上都有 那我前方的這一位 我基本上也尊稱他是老師 我覺得是我生命當中很重要的老師 他是方興舟方董事長 當年他從矽谷 就是創業成功回台灣 又在台灣連續創業成功 他的公司被聯發科併購之後 就退休了 那退休之後他做什麼事呢 就做教育相關的工作 所以當年他成立了 層次教育基金會之後 他開始募集 老師希望能夠把可汗學院 能夠移植回台灣 這個模式可以移植回台灣 所以軍醫教育平台是 台灣線上教育的先驅 我可以很自信 很大膽的這樣說 因為我們當年在做這個平台的時候 教學現場還有很多人 也都不知道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但現在已經非常非常有規模了 所以我想 今天我們談自主學習對不對 自主學習其實很需要工具 我覺得在線上教育 這麼蓬勃發展的年代 我們的孩子 我覺得他只要具備 搜尋資料的能力 跟解讀資料的能力 我想很多時候 我也不需要站在這裡 一直講一直講 對不對 因為他可以很多資料 他從網路上都可以找到 他又可以去判斷分析統整 其實這也是一種學習的一種樣態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開始做軍醫教育平台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希望能夠 去解構我們對教育的一些想法 這當年軍醫教育平台成立的時候 岩長壽岩先生 他也是我們基金會的董事 他那時候我們在記者發布會的一張紀念的照片 這就是我跟他講的可漢學院 當年 中間這一位就是可漢 可能我覺得大家對他比較無感 但是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是很興奮的 為什麼 他的影片是上萬支影片 他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 是上萬支 我錄國小到高中的數學 他是錄上萬支各個不同領域的 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 他其實也很有意思 他問我說 你錄幾支影片 他就這樣直接就嗆我了 因為我那時候是 我們正式meeting的前 我去上個廁所 結果我在廁所旁邊遇到他 他就看我一下 我就跟他說我是come from Taiwan 然後跟他介紹我是誰 他說你錄幾支 我說1000支 他就點點頭 然後我旁邊的同事才錄100支 他就說you suck 就是真的很直接 也是蠻幽默的 就是我覺得有興趣 多了解線上學習的夥伴 你真的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 他的 他的那個影片有一種魅力 他講話讓人家聽起來很舒服 我那時候只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 他的平台後來拿到Bill Gates的贊助 拿到Google的贊助 所以他的平台已經長得非常大 就是已經不是不可同日而語 那個規模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在這麼忙 然後這麼 已經公司這麼有規模的情況下 你還繼續錄影片 他就告訴我說 因為聽眾會習慣他的聲音 會有親切感 他覺得 而且他也是 他自己也喜歡分享知識 所以他就繼續錄影片 到現在還是持續 所以這是當年我去美國看到在 我想這是 應該算是美國教育很領先的一個地方 就在矽谷 然後有非常多新創的學校 後來可漢也自己創了一個新創的學校 就用這個平台的教育模式 去融入不同的一些教學策略 所以我想談學習我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聊的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到處看 然後喜歡到處學 後來我又去了美國 也是去交流 其實在疫情前 在COVID開始流行之前的五年 我是每年都去美國的 每年都是去看 美國覺得 大家覺得很推薦的一些教育單位 像這一個 這一個team 其實是我去看那個 KIPP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一個 在美國是協助所謂的 他的學生比較多都是 就是不能說低收啦 但是就是經濟上比較困難 然後少數族裔的 後代的這樣的小孩的學校 那在這一個單位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點是 我在這裡看到 教育裡面我們除了認知的學習之外 有另外一塊叫做非認知的學習 因為KIPP這個單位 其實非常強調 在學校裡面要培養孩子 這些非認知學習的能力 所以有興趣的 雖然今天的書名叫做 《讓孩子做學習的主人》 我後來其實把這一套東西 內化之後 我也用在我台灣的輔導方案上 所以前幾年我也出了一本書 叫做《情緒素養》 其實在談的就是 非認知學習的能力 那最早的源起 我開始關心這件事 是我去了美國 看了美國的 這是全美最大的連鎖的公辦民營的學校 叫特許學校 台灣就是公辦民營的學校 它已經超過250間 好像想250間學校的系統 然後它專門在 協助這種少數主義的學生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單位 那它裡面強調不是只有認知學習 它強調非認知的學習 什麼叫非認知學習 正向心理學家 賽利格曼呢 他其實 他的後半身都在談正向心理學 那為什麼他談正向心理學呢 因為他發現 很多的一些 心理的這一種狀態 跟 他基本上把它叫做能力 舉例來說像樂觀 他覺得樂觀是一種能力 你遇到事情你能不能 樂觀的看待 你有辦法去轉化 我們所謂的認知的調適 去轉化這個事件 對你帶來的意義跟影響 他覺得是一種能力 例如說 他也講到堅持 堅持他覺得是一種心理能力 例如說自我控制 self control 他也認為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非認知的能力 所以我去了這裡 開始對這個領域有很多的探索 然後我把它 繪整成我覺得在台灣 我們可以用的方式 所以我自己的課裡面 有很強調情緒素養的培養 包含 這兩年 我很常去學校分享 那在學校分享 不管是大家 聽過的所謂的輔導類的分享 或者是 教師自我成長的分享 我都會談這個議題 就是老師怎麼樣能夠 培養好自己的情緒素養 因為你情緒素養不好 就會很容易上新聞 對不對 像之前中一中的 那個音樂老師的事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跟學生衝突啊 因為其實很容易被挑起 我舉一個例子 我其實每次演講 都可以講很多很新鮮的例子 因為我就每天都在 跟學生在一起 昨天我在我們學校上課 我是我們一個實驗學校的副校長 但是我會在每年的新生週 就開學的第一週 我會幫我們學校的新生上一門課 叫做新生定向的課 讓這群小孩 五年級的學生 知道怎麼樣去適應這個環境 他來這裡他要怎麼學 昨天的課40個學生 然後在一個 這邊可能六分之一大的空間 40個學生 然後我一進去開始上課 我就發現 有一個小孩坐在最後一排 他的坐姿不誇張 我一定要模仿一下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坐姿 他就是整個人就是這樣 然後腳就靠在前面這樣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你看到我覺得 我心裡第一時間想 就哇 他如果在他的班上遇到他的老師 他老師不知道會怎麼想 就真的就大字形 然後兩隻腳翹著 好 然後 我第一時間就開始有感受了對不對 我想大家看到 如果今天現在有任何一位 我可能會去關心一下 看要不要叫119 叫救護車 對不對 就是應該就是身體不舒服嘛 不然就是哪裡有狀況嘛 我才會是這種大字形 然後在教室最後一排這樣 他很厲害 他很軟 而且他是 我覺得他是 因為他的也不高達 他五年級嘛 他整個人就是跟那個椅子完全融在一起那種感覺 我就走到那邊去問他說你有沒有身體不舒服 他完全沒有回應我 我大概就知道說他應該是有一些議題的小孩 我就走回講台 我就問了我們旁邊那個助理老師 我說是不是他有一些狀況 他說對 他說早上一整天都 因為我是下午1點的課 他是早上 他說一整天早上都這樣 不是 就是不參與 就是不參與 OK 我就心裡有一個底了嘛 好 那我就開始進行我的活動 那當然也是要讓學生認識我 很快的讓學生認識我 然後我就持續觀察他 他當然不是一直這樣 但他就是 反正就是 反正他就是沒有在理你就對了 那我後來又走過去 因為我們有一些 開始有一些活動要進行 那我走到他旁邊 開始他周圍的同學已經 我感受到了 周圍的同學已經有一點被他影響了 那個影響就是說 這個人怎麼這樣 反正老師在講他也沒有在理他 就是一副 對 就會開始很正常 就會擴散 然後因為我感受到已經要擴散了 所以我就又走過去 我就提醒大家說 OK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事 你要Focus在我身上 然後同學就會 就是要糾正他 我說沒關係 我說他還需要一點時間 我就跟其他同學講 我說沒關係他還需要一點時間 好 我又走回來 好 我又走回來 那我就趕快把我要講的東西講完 我就開始操作 分組操作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小孩可能不太善於 我覺得可能不太善於 就是那種就是單向式的Tim 他可能需要一些操作 或動手這樣 我說我就趕快把我要講的東西講完 就讓各組開始操作 那在各組操作的時候 我就有時間去靠近他跟接近他 我一樣就是各組我就輪流去 然後輪到他在的這一組的時候 我就接近他 那他其實也沒有要理我 也沒有要理我 但是因為我分的六組 其實每一組都要回答一個問題 那其中有個問題也蠻巧的 那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在之前的學校生活是怎麼過的 因為我們要有一個轉換 因為我們是實驗學校 他之前在公立學校 很多學生都是在公立學校 他從公立學校來到我們的實驗學校 他有點需要轉換一下心情 我就有一些是跟過往有關的問題 然後因為我一直都沒有push他 我也沒有勉強他 當他剛好在那一個問題的那一組的時候 我走過去 那個小孩就自己跟我講話 他就跟我說 老師你知道嗎 我在我原本的學校 每天都被老師罵 他第一句就跟我說 我每天都被老師罵 然後我說 唉唷 是喔為什麼會被老師罵 他說我們老師很愛罵人 他說英文課的老師最會罵 可以罵一整節課 我說那是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老師要一直罵你 他說我很多字不會寫 他說我很多東西都不會寫 我說老師有發現 你剛剛有些時候是用畫的 因為我每一桌都有一張很大的海報 他拿到筆就是在塗鴉 我說我剛剛看到你有在畫畫 沒關係你不會寫 你答案你用畫的 讓我知道也可以 我就這樣跟他講 阿同學就是覺得說 其他同學就會覺得說 你畫不要畫太大 會干擾到其他人 就是同學很好玩 他的那一組同學就給他一個 這麼小的格子 大概二乘二 你就畫在這個格子裡 我說你們太小氣了沒有關係 他只要不要影響到其他人 他就畫他想畫的 我就幫他說話 然後這個孩子很有趣 我聽完這個我就沒有追問 因為第一個我覺得 我們真的是算陌生人 我跟他相處不到十幾分鐘而已 我就又繞到別族去 我又再繞回來的時候 這個小孩又跟我講 他說 老師我很多字不會寫 然後我媽媽帶我去埔理醫院做評估 然後就發現我身上可能有一些問題 這都他的原話 你想像一下一個五年級的小孩 然後跟一個完全沒有關係的陌生人 他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他可以把他 他願意 應該說他願意 把他的這些狀態告訴你 那我想講那中間的差異 我剛剛前面在講情緒素養 對不對 你想一般的大部分的人 可能第一時間他就想要去管他了 他就想要去讓他符合這個環境的規範 然後去要求他 但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那個我真的不急 因為你勉強去要求他 立刻滿足這個社會的期待 很多時候並沒有辦法解決根本的問題 所以我寧願選擇 我花時間去跟這個小孩建立關係 讓他覺得 我可以把事情告訴你 所以基本上這是在我的學校也好 在我的program裡面也好 其實我跟我的學生都是用這種方式在相處 因為我覺得就是 這個社會本來就有很多的規範 我們 你可以說老師嗎 我們大人只是比他們早 接觸跟熟悉這個規範 我們希望他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 越來越有能力 我覺得我們其實 我一直不覺得老師有什麼了不起 這我從小就這樣 抱歉 我都會覺得 我只是比較早知道這些事 因為我的學生很多都比我更厲害 我只是比他早知道 然後比他早了解 所以我比較採取的這一種 你不能說選擇 我覺得這就是對教育的想法 我覺得我就是陪著他一起學 我也在學 我也從我的學生身上學到很多 包含我可以寫書 裡面會有很多學生的一些生命的故事跟案例 這就是他教會我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談教育 在談學習 我覺得我會從這個角度去切入 所以 親子天下曾經報導過我們 就是說 我們是把 特殊當作一種特質 基本上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特質 我今年正在努力完成的一本書 就是我訪問了 非常多各個領域很優秀的 我覺得就是他在他的專業領域 他非常投入然後非常優秀 但他小的時候是有很多辛苦的人 那這些人他有什麼特質呢 可能他有人際互動的困難 他可能有像我講到的情緒調節的困難 他有學習的障礙 但是他通過成長過程當中對自己的認識 然後因為這些認識 他可以發展出適合自己的策略 去面對這個環境 然後他可以發展 他可以走出他自己的一片天 我問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非常符合我一開始對我自己的理解 因為我從小就是過動兒嘛 我就是坐不住的 然後精力很旺盛 常調皮搗蛋 常惹事 老師很頭痛的學生 我的小學老師知道我在當老師都非常驚訝 覺得這個也可以當老師 對不對 你也可以去輔導別人 但的確我身上就有這樣的特質啊 我昨天忙到一點半 然後今天早上六點起來 因為我七點 有跟美國的視訊的誤談 然後八點多開始上課 上到剛剛十二點多 然後現在分享 然後等一下還要去處理學生的事 就我大概每天都是這樣 週一到週日 像明天會帶學生外出 那像剛剛有講到 為什麼我可以徒步還綠島 綠島其實不大啦 徒步還綠島大概全長二十多K 二十多K 一天這樣二十多K 我覺得其實基本上是 有在運動的人應該都還算OK 但像我 我跑過全馬 馬拉松四十二K 我是沒有練就跑完的 我就用基本的體能 加上我剛剛講的非認知能力 把它完成 但不是成績沒有很好 但是我就是有那個體力 然後我可以 有那個耐力 毅力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覺得很多時候在 成長的過程當中 有些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些 非認知能力是可以培養的 那這幾年其實 我覺得蠻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 我有一年得了一個獎 因為我剛剛有說 我沒有在公立學校服務 我等於是畢業之後 我就成立自己的教育的單位 然後後來我做實驗教育 那在這一年 2017年 得到那個教育創新獎 那得到這個獎呢 其實對我來說 其實獎的意義 不是那個獎 獎的意義只有一件事就是 好像可以對家裡有點交代 因為我是讀師範院校 我又有教師證 但我從來都沒有去學校服務 沒有去公校服務 所以我家人都覺得說 你到底在忙什麼 每天這樣忙 然後你也不去學校教書 到得這個獎之後 我才沒有再被騷擾 真的真的 我那一年 前兩 這一兩 2016 2016 2017 這幾年 就陸續得到四個獎 包含一些媒體的 親子天下 包含遠見天下文化基金會 包含文事人文教基金會 才陸陸續續被看到 這是我做的工作快十年 差不多十年 就我對於 我剛剛前面講到 我對教育的想法 我怎麼樣去做輔導工作 我也比較成熟了 然後也被看見 當年得這個獎 我必須說我是很幸運的 因為我是得獎的人裡面最年輕的 而且其他都是遙不可及的前輩 真的 都是教育界你講出來就很有名 很有名 例如說王正宗老師 大家可能有聽過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有寫一本書對不對 然後再來那個張輝晨老師 做學師打 就是中山女高的國文老師 就是當年得這些獎的 都是非常非常在教育圈裡面 很厲害的校長或者是老師 那我想我可能 我的領域可能比較冷門吧 就是做特教做輔導 然後又不在體制內 其他也都是全部都是清一色都是 公立學校的校長跟老師 所以我覺得這個想跟大家分享的目的 就是說 我覺得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那我覺得 探索很重要 我覺得在成長過程當中探索非常重要 因為像我其實沒有探索 我小時候就是非常調皮 所以被我爸媽丟去很嚴格的私立學校 我讀維格啦 我的國中跟高中都在維格中學度過 那基本上在維格的時候就是 讀書考試吧 沒有其他的選擇 就是你就是 每天目標就是要考好成績 因為老師都會告訴你說 你考好的成績 你就會比較有多的選擇 你未來就會比較有成就 但你對你自己到底喜歡什麼 沒有刻意的探索 我小時候只有 因為我覺得跟我特質有關 我很過動 我小時候只有想當運動員 我沒有其他夢想 我的唯一的夢想是當棒球選手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 我的運動細胞蠻好的 但是因為我讀私立學校 我們學校是沒有什麼社團 也沒有球隊 我就是放學或假日 我就跟著外面球隊去訓練 但是我爸媽就是一直阻止我 他說運動 他說這句話真的 到現在還記得 他說打棒球不能當飯吃 因為我爸是醫生 他就跟我說 打棒球不能當飯吃 你當興趣就好 我還記得是他開車 我坐在後面 我爸媽坐前面 我就跟他說我想要去轉學 我想要去有棒球隊的學校 我未來想要打職棒 他們就直接拒絕了 就是很嚴 就是沒有商量的空間 那因為講到學習或講到成長 我覺得跟我爸媽也很有關係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第一志願畢業的 就是傳統大家認知的學霸 我就不是啊 然後我又從小要調皮搗蛋 所以在學校就常常闖禍 所以對我媽他們來講 就覺得這個小孩很難搞 常常去學校都不是去領獎 都是去被客訴被抱怨的 大概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小孩在成長過程當中 如果有意識的讓他去探索 我覺得是必要的 因為我看這麼多學生下來 只有真的找到他熱情的小孩 他可以有那個內在很強的動力 持續去努力跟堅持 所以 基本上在現在 等一下我後面也會講 就是說在實驗學校 在實驗教育 現在已經比較蓬勃發展的情況下 我們學校的高中生上大學 是不需要考 連考的 就是不用考 只考 我們都是靠申請就可以上大學 而且都上還滿好的大學 後面也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原本想要跟大家看一個影片 但是因為那個影片 不太適合在這裡播 因為他要錄影 我後來想說還是不要播好了 有興趣 我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 那個影片是一個 得獎的紀錄片 他是在談人 人在環境裡面 我們是 怎麼被這個環境 形塑跟制約的 那我們怎麼樣去追求 我們自己是誰 我們怎麼樣去表現自己 因為大環境會慢慢的把大家 希望把大家變成 越來越一致 這個是整個社會的制度 跟氛圍的一個結果 但是我覺得在教育工作上 我們其實很在乎的是 是小孩的獨特性 我覺得每個小孩都是不一樣 我們每個人都是不一樣 所以 基本上 我認為最理想的教育 就是個別化的教育 每個人需要的不同 我們不應該給他 只給他都一樣的東西 這是我對教育的想法 因為談自主學習 做學習的主人 我們談自主學習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為什麼要談自主學習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的新課綱 108課綱 它其實在談一個概念 就是希望培養我們現在的 我們的教育 希望培養我們下一代 成為一個 終身學習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接受過這樣的概念 就是我們的教育 希望培養 我們的下一代 它是一個終身學習者 那為什麼要成為一個 終身學習者 對這是早期就是沒錯 早期我們說 活到老學到老 那為什麼要這樣 其實是因為 跟我們的大環境有關 我們環境一直在改變 如果我們只會 我們當年讀書的那一套 我們未來畢業之後 面對社會面對職場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都可能跟不上 我舉最簡單的 以前哪有那麼多網路詐騙 對不對 但現在你如果沒有辦法判斷 你沒有辦法去整合這些資訊 判斷這些資訊 你很容易就被詐騙了 所以現在的 包含整個環境也在改變 像舉例 像我上個兩個禮拜前 我邀一個保護官 保護官就是少年犯罪之後 會面對到的那個 保護官來我們學校演講 他就說不同時期 他處理的刑事案件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法律會改變 以前沒有規定的不是犯罪 但現在我規定的 你做的就是犯罪 所以因為大環境的改變 所以你看連我們第一線很多的工作者 他都需要與時俱進 我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像早些年沒有電子煙對不對 應該電子煙也不是 應該這幾年才開始慢慢流行 那大家知道嗎 如果一個小孩 在台灣你上網去買電子煙的煙油 因為電子煙第一個不合法 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不合法 那你如果在台灣 你在你的手機下單 你買了電子煙的煙油 因為那個網站可能是國外的網站 因為台灣沒有 你在國外買的電子煙煙油 大家知道最多種嗎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科罰金一千萬 煙油 當然未成年會 那個刑期會改 或是說他處理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他可能會接受感化教育 或是說有一些什麼勞動服務 但是我說的是 這個罪的本型是這樣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說十年前有這一條嗎 沒有 但是因為時代的改變開始 法律也開始跟上了 然後現在就開始管 所以他說 他每一個時期處理的 少年形式案件的那種比重都不一樣 因為法律的改變 環境的改變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說 自學這個能力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 因為環境會不斷的變化 那到底 誰需要 其實就是每個人需要 小孩其實很需要 那我自己會覺得 我印象中 小朋友應該都滿有自學的能力 就是我如果接觸一個真的 講最直接就沒有被環境污染過的小孩 對對對 就是他那種 你看到他對一些新的東西 眼睛會發亮 你看到沒看過的東西他會好奇 他會想要了解 他會去嘗試 其實我覺得學習能力是每個人與生俱來 但很可怕的是 我們的環境很有可能抹煞了小孩的學習能力 或學習的動力 因為就像我剛剛前面講那個規格的話 你想嘛 如果今天有一個小孩 很有好奇心 很有學習動力 他在我的課堂上一直舉手發問 那不就會很容易影響到其他人 那老師是不是就覺得他上課被打擾 他是不是就要管秩序 他就會開始去 去做一些相關的處理的機制 那久而久之那個小孩就會學到 喔我不能一直問問題 但其實不是啊 你問問題沒有錯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問問題 但是你可能需要換一種方式 或者是你要挑不同的時間 那我們有沒有耐心跟孩子溝通這樣的概念 還是只是就是說 你不要舉手你不要吵 你這樣影響到我上課 那小孩就會學到說 喔原來我這樣教是不對的 他就會把他的求知跟這個行為連在一起 那我覺得這樣就是太 草率的去面對跟處理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 尤其是我會看到非常多 因為我的學生 基本上很多都是各個學校非常 不容易處理的 像昨天我在跟 也在這邊和平思小 大家應該知道 如果住附近的 和平思小也是 公辦公營的實驗學校 裡面就有一個孩子 也是就是 學校很辛苦很辛苦 也是我的個案 昨天就跟學校開IP 開個別化的教育的輔導的計畫 然後跟家長在個別談 他接下來這個學期要怎麼去 協助他的孩子 但他還就是那種 很容易會干擾 因為他會有很多問題 他很想跟老師討論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教育在很多工作上 我覺得可以更細緻一點 讓孩子能夠理解這當中的一些事情 好 那自學啊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就是 我覺得不管什麼年紀都可以改變 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從心理學的研究 你可以看到 左邊這張圖叫做 Gross Mindset 右邊叫Fix Mindset 這兩個的差異是什麼 所謂成長型的思維在講的東西就是說 我相信我可以透過學習練習去改變我的現狀 相較於右邊這一個 有一個鎖把大腦鎖住 這種人會相信說 我天生比較會做什麼 我天生就比較不會做什麼 固定型的人就會覺得 我天生就這樣啊 我就只能這樣 我沒辦法改變 但這個是 這不是我講的喔 這是心理學 正向心理學家他們長期研究 包含腦神經科學的研究 我們都發現 你只要透過訓練 透過學習 你可以大腦會改變 你可以重塑你原本一開始 你出生的那一顆大腦會被你改變 這很簡單嘛 講最簡單 你從腦神經的科學的研究 你就會看到 大腦的連結會變複雜 經過學習 經過你的年紀經驗之後 再來講另外一個 從醫學的角度 請問大家 中風的病人為什麼需要復健 中風的病人他大腦 他大腦可能有一塊被堵住了 對不對 有一塊被堵住 他原本的回路被堵住的情況下 他復健是在做什麼 其實不是把那個堵住的地方消除 他是讓神經可以繞過這一塊 他可以長出新的連結 去把這個功能可以keep住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車禍受傷 像我講我學生 這個很難過 但是既難過但也替他算欣慰 為什麼 因為我一個學生今年 我知道的時候是 現在是9月 我知道的時候是7月 7月的時候我接到 就是得到這個訊息 是他今年1月出車禍 很嚴重的車禍 胸椎 第五節以下全部粉碎性骨折 是一個18歲的大學生 大一新鮮人 我是7月知道 然後不敢相信 因為我很久沒看到他 我就那天拿一根筋不對 我就去跟他爸聯絡 我說怎麼那麼久沒看到他 他就說都不敢跟我講 他說1月的時候騎摩托車 被車撞 在成德路被車撞 然後胸椎就是以下都粉碎性骨折 我當天立刻就跟那個孩子聯絡 我就跟他視訊 我大概知道他的狀況 他在中部的醫院復健 然後我跟他視訊 還算可以 因為以前就很常在一起的小孩 他也很可以跟我講話 然後他說他張開眼睛的那時候 躺在家務病房 他還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他只問護理師說 我什麼時候可以出院 我是不是等一下這邊 手術完我就可以出院 然後護理師就跟他說 你這個可能 一輩子都不能 不能動 一輩子都不能動 就是等於只有 胸椅上這邊有活動能力嘛 然後他就說 第二次再醒來 又問護理師一樣的問題 另外一個護理師也跟他講說 你這個大概一輩子不能動 他就放棄了 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 喝個水 我這個學生 一百八十幾公分 很帥 踢足球 然後從小就 非常 我覺得非常nice的一個小孩 然後 我後來去埔里看他 我在我七八月忙完之後 我有一天就 殺去南投看他 因為他在那邊復健嘛 因為我們的健保制度 需要我們的病人一直轉院 不然他沒有辦法持續醫療 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是可以站 他可以就是 平常坐輪椅 但是他已經可以站起來拿拐杖 走路 大家知道嗎 他胸椎以下 六結以下 全部粉碎性骨折 所以他整個脊椎都是鏈條 他是釘子跟鏈條 他是釘子 然後鏈條把釘子栓起來 全部都是人工的 然後他很努力復健 他從 車禍後很努力復健 然後 醫生也覺得很 不可思議 原本判定就是 基本上就是終身要做輪椅的 所以 回到我這一張投影片 再看 為什麼需要 不斷的訓練 學習 因為大腦會重新 重新長出一些新的連結 幫助你 你可能不是 但是原本你的功能並不是 現在你能夠展現出這個功能 跟之前的機制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 成長型思維是在談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人可以不斷的持續的去突破跟進步 我覺得這也是學習當中很重要的一個意義 那我們通常在講自學 或講自主學習 或講自主學習 我們就會聊到選擇這件事情 小的時候基本上很多的事情就是 爸爸媽媽 監護人幫我們 主要照顧者幫我們做選擇 那 尤其 我為什麼對這個題目很有感覺 因為我的學校 我們自己辦的學校 雖然他一樣有畢業證書 小學畢業證書 國中畢業證書 但是 他 家長要 讓孩子離開公立學校 來實驗學校學習 這個選擇本身就 滿有挑戰的 因為我們沒有課本 我們課本是索老師自編的 不像公立學校他有所謂的課綱 有所謂的教科書 我們就是課綱是自己訂的 課程自己設計的 就一切都是 零到從無到有 然後我們自己規劃 所以家長他要去相信 或是做這個選擇 本來就不太容易 然後又是很變動的 因為我們的政策跟我們的制度 對於這樣的選擇實驗學校的人的 的 呃 支持我覺得相對還不夠 所以這本來就很有挑戰 所以我覺得選擇這件事情 回到自主學這件事身上 我用最簡單的話來講 就我們的學校就是 希望培養孩子自主學習的能力 那家長 就像我們自己小時候長大 我基本上算填鴉教育吧 因為我是在私立學校長大 我就是每天不斷的讀書考試 我還很有印象我們的歷史課 老師段考出100題填空題 一格一分 基本上你沒有辦法想喔 就是你看到題目你就要寫 看到題目就要寫 因為時間沒有那麼多 100個填空題耶 那我大概就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選擇這件事情 在孩子成長過程當中 爸爸媽媽是非常關鍵 但是我也認為 呃 沒有人能夠為另外一個人負責 就是這個負責的概念就是 我們對於學習也好 對於自己的生命也好 對於自己的生命也好 我覺得我們每個 要讓孩子也有這個能力 就說 你要為你自己負責 那這個負責是什麼 其實就是負權 就是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有沒有參與討論 有沒有辦法部分的表達意見跟 決定 像我的課 我不會勉強我的學生來 我有很多的訓練 包含爬山 球類 輔導的活動 像昨天晚上煮飯 我各式各樣不同的訓練 但我不會去勉強 我的學生來 我覺得就是 你願意 你的家長覺得願意 你再來 所以我第一關我都會跟家長說 你要先跟孩子溝通 如果他很抗拒 那不要勉強他 因為我覺得這個勉強是沒有意義的 好 那也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談自學啊 談自主學習 現在有非常多的團體跟實驗教育的機構 其實 我的體會是這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 像我們學校現在有50位老師 這些老師都 對教育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在學校的工作 其實我不是教學 我在學校的工作是 凝聚老師們的共識 對於教育的想法 大家有共識 因為 這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系統 所以我也常跟 常跟 那個大家說 我說 很多家長 或一般 大眾 會覺得 我脫離了公立學校 來到實驗教育 我脫離了體制教育 我來到一個體制外教育 這個觀念有一個迷思 我想跟大家講 體制外教育 它也是一種體制 每一個團體 每一個環境 都有自己的制度跟規則 它還是一個體制 你只是跳脫了公立學校的體制 你選擇到另外一個體制 還是一樣 所以你還是要去fit in 你還是需要去理解 你還是需要去調適 甚至你要去學習 怎麼樣在這樣的環境上 學習跟生存 那我也常講 我說 尤其是跟很多的 參與自學 或是時間教育的 包含對老師 也對小孩 我說 你希望你的爸爸媽媽 讓你去做什麼 你要去說服他 因為 那就是一種 這也是一種學習 簡單說 我們在不同的環境 我們在工作的職場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說服我們的主管 那我們在成長過程當中 我覺得 學校的選擇 對孩子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練習 他需要去說服 他的家長 做這個選擇 那老師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是在 傳遞我們對教育的想法 那我也要去說服 社會大眾或說服家長 讓他認為 這個是重要的 然後他做這樣的選擇 我覺得這都是一樣的過程 那最後我想跟大家 這一部分的一個小小總結 我覺得實驗教育它 很多人覺得說 小孩在公立學校不快樂 我就把它放到實驗教育去 因為實驗教育就是大家都覺得是快樂學習嘛 這個觀念我覺得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 以我們需要為例 我們需要很強調生涯的探索 很強調興趣的 對自己自我的了解 但是這個是非常焦慮的 大家有想過嗎 在小學高年級跟國中階段 大部分的小孩都在讀書考試 老師講 你聽 你寫作業 你交報告 你去考試回答 我們學校不是這樣 我們考試的比例非常少 我們都是做專案 做報告 然後每個學期你要發表你的作品 三個月就一個學期 每個學期你要發表 你要跟 你的投資人發表 你要跟你的家長 跟我們老師去分享 你這個三個月的成果 然後你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清楚 慢慢清楚的知道你要去哪裡 你未來要學什麼 你想要做什麼 你想像一下 國小高年級跟國中生 在這個歷程當中 跟另外一群人 他每天坐在那邊聽講 老師教我 我寫作業 考試卷來了 我寫答案 哪個比較 壓力比較大 當然是 他要為他自己生命負責 壓力比較大 寫作業就是交差啊 考試也是可以交差啊 這都是很封閉式的動作啊 但你要了解你自己 然後你要為自己做選擇 你要在台上 分享你自己的成果 這不就是現在大家 可能工作職場上你要面對 或是你的生命當中 你不斷要面對的 選擇 決定 承擔 我們是從小學高年級到國中 就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自己學校的學生 很常會跟我聊嘛 他們有些孩子 他沒有那麼快找到方向的 他就會跟我說 老師我很焦慮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同學很多都知道 未來自己要讀什麼 要學什麼 要做什麼 我還不知道 就他對於這一種 真實生命的壓力 是很明確的 跟讀書考試 我覺得還是某種程度 不是一種在被保護的狀態下 在面對一個 在玩一套遊戲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次孩子告訴我 那回到學習這件事 我覺得學習本來就是應該是快樂的 因為你想完 你學會了一件事情 你做對了一個東西 那個是很高的內在的滿足跟成就感 或意義感 不用別人肯定你 因為你自己做到了 你完成了 你會有自信 所以這就是一種很高層次的快樂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體制教育 因為他很不快樂 所以我會讓他去實驗教育 因為去實驗教育很輕鬆沒有壓力 這是很快樂的學習 但我覺得不是 學習真正的快樂的意義應該是 他知道自己要什麼 然後他在這個追求的過程當中 他不斷的達到目標 然後他得到滿足 所以不管他是在體制內 或者是他在實驗教育 我覺得都一樣 有些孩子他真的很會讀書考試 他可以在每一次的 考試檢驗當中獲得滿足感跟成就感 尤其是我相信很多 像我爸媽這樣的第一志願的學生 他就是可以不斷的在這種成就感當中去 提升他自己的自信 這也是一種 所以我覺得學習本來就應該是快樂的 因為學習是讓你自己 得到滿足的一種方式 好 那我也常跟孩子們分享 我說 你現在不知道你要什麼 沒有關係啊 很多人也不知道啊 那個很多人 我們通常人會比較 會跟誰比較 跟你身邊的人比較 所以你要跳脫 你要跳脫這種比較的框架 你不要只是眼睛只看著你周圍的人 這個世界太大了 我們通常我舉例 我在爬山的時候 有一次我帶一個學生 一群學生去爬山 那其中有一個很喜歡跟人家競爭 就是爬一爬 他就要超過別人 他覺得很爽 我超過別人我很爽 但是我們都是學 我帶來都是學生嘛 青少年 很多那種很厲害的登山的山友 他們是每天在爬的 或是一個禮拜爬好幾次 那個速度真的我們是趕不上 他就是很規律的一直往前 往前往前 他一被別人超過 他就心情就不好 真的喔 那個小孩就是 他一被別人超過 他就開始心情就有起伏 我那時候就跟他分享一樣的概念 我說你會不開心 是因為你看到旁邊這個人超越你 你不開心 但是你那個比較是存在於 就是這一個情境 很小的一個情境 但是如果你說你要追求一個成就 或是競爭 哇這個世界太大 你要跟誰競爭 這麼多人 對不對 你的眼界你看的是什麼 所以對於人生的這種追求 我常跟學生講 尤其是在自主學習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是沒有範圍的 不會有人幫你定進度的 那你怎麼樣去讓你自己 能夠安頓好你自己 甚至我說 你現在沒有找到你最愛的東西 也沒有關係啊 因為很多人的興趣愛好也會改變啊 像兩三個月前我去 帶學生去運動的時候 我在那個公園的運動場旁邊就看到 一排 拿著那個大炮的 就是那個照相機 那個相機非常大 就是一個炮管的那一種 真的 在拍鳥 我想大安森林公園應該也蠻多的 那我是在南港公園 然後看到一排 那個 大哥就是拿著那個大炮在對著 有一個那個五色鳥的我 他們在拍 然後我就 因為我知道 我會這樣 我會主動去跟別人聊天的原因 是因為 幫我學生製造機會 因為我有輔導一個高中的學生 他很愛拍鳥 然後我就想說 我可以認識一些 這個同好 因為我自己沒有這個嗜好 我就去認識一些這樣同好 我就介紹給我學生這樣 後來真的到現在他們還有在聯絡 然後就有個大哥就是 很Nice 很願意跟我分享 我就一直巴著他跟他問 我說這個怎麼弄 怎麼弄 然後就跟他學 然後問到他都有點不好意思 他說 我才剛學兩個月了 那個旁邊那個大哥 聽說那個是三年四年的經驗 他就叫我去問他 我說沒關係 我就是想多了解 我說我是完全沒經驗 那我想講 他就告訴我說 他到五十歲 才找到這個樂趣啊 對不對 你說什麼是你的方向 什麼是你喜歡的東西 有些人每個不同年紀 他可能慢慢會 越來越對自己有了解 對啊 又掉各式各樣 真的 就是他會改變 他會有不同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孩子很多時候 在自主學習的過程當中 他會焦慮是因為 我覺得他對這個概念是太限索 他覺得我一定要找到一個 是我的最愛 我找不到我就很擔心 或說我找到一個我就不能改 不會嘛 我們從小到大換過多少個 工作也是啊 或是喜歡的事情也是啊 都會變啊 有可能會 也可能從這個點去延伸到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在自主學習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經驗 是跟孩子相處的經驗 所以今天談的這本書啊 我覺得對我來講 就是也整理我這幾年 在實驗教育裡面 我們陪伴孩子自主學習的過程 所以 接下來我會把書裡面的內容 去跟大家快速的做一個 概念性的一些分享 其實這本書一開始我談的就是 談到底什麼是教育 什麼是學習 就像我前面剛剛 花一段時間跟大家說 我覺得每個小孩 每個人生下來 天生都是學習者 我們每個人都會學 這是我們人類的本能 那什麼是教育 教育只是學習的一種形式而已 老師教你 教育這個動作只是學習的一種方式 這是我的體會 因為很多學習的方式 你說自主學習 他有沒有老師 他可以有老師 他也可以沒有老師 就看你怎麼定義那個學習 怎麼定義那個老師的角色 例如說有些人說 我的老師是什麼 我的老師是電腦跟網路 我是上網收資料跟整理資料 我的老師是誰 我的老師是我做隔壁的同學 因為我不會的都問他 就你怎麼去定義那個老師的身分 所以我覺得要解構 在談教育跟談學習 我們要先解構掉 傳統對於老師這樣的角色的一個看法 所以這是我在這本書一開始裡面談到的 我覺得學習者本身是重要的素材 我們大一在修教育心理學的時候 老師就告訴我一個觀念 教科書上有寫 美國的研究也不斷在提醒我們這件事 就是在教一個學生的時候 我們要先了解這個小孩的先輩經驗 不是旺旺先輩 先輩就是他原本就有的概念是什麼 我在教這個對象 我在跟這個對象互動的時候 我要先了解他的過往的經驗 當我了解他之後 我才知道我用什麼語言跟他溝通 他比較聽得懂 我怎麼樣規劃這個學習內容 他比較能夠接收 這是我們大一教育心理學裡面 就提到的一個概念 那我的體會是這樣 我覺得學習者 在剛剛的基礎下 學習者他就是素材的一部分 我們今天在一個課堂裡面 我相信我講完兩個小時之後 大家能夠接收到跟有感覺 或理解的東西都不一樣 為什麼 這就跟大家本身的過往的經驗 很有關係 所以你其實就是這一個學習的重要的素材 因為我講到某一個點 你可能會連結到過往你曾經的一個經驗 或是你過去看過的一本書上面的一句話 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都是素材 你在參與一個學習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你自己就是很重要的一個素材 那教學者是什麼 教學者只是一個好的學習工具而已 因為我夠有經驗 我夠有能力 我可以被學習者所使用 這邊大家注意 我說的是學習者使用我 就像我前面跟大家分享 我跟我學生相處的這些經驗 我不會勉強他 但我會準備好 當他需要我的時候 我可以付出 所以我是一個好的學習工具 我只是他的選擇之一 我不是全部 不是我說了算 因為學習者才是主體 那在這個教學跟學習的這個歷程當中 我們是一直互為主體的過程 所以你說到底誰是老師誰是學生 有時候我真的不太確定 尤其我在輔導工作上 我從我的學生身上 從我互動的家養身上 我會學到很多 那是我在教他 還是他在教我 這是我真實的體會 就像我在書裡面寫到 我能夠寫這些書 不是因為我有多厲害 是因為我跟這群孩子 跟這群家長長期的互動 我只把這個經驗記錄下來 所以我們是互為主體的 所以我一直不會覺得是我在幫助他們 你說特教老師很偉大 都在幫助那些 特教有需要有困難的學生 並不是 我從第一天做這份工作 就不是這樣想 我那天聽教保官 保護官分享 他最後也講這句話 他說 那是我大前輩 他已經職業三十年 他在那個小房間裡面 跟好幾 應該我覺得有萬 三十年你想 他說他平均一個時期 案件是三百件 三十年他要經歷多少少年的 那個刑事案件的那種少年犯 他最後分享的結語 就說 他從做這份工作的第一天開始 他都不覺得他在幫助這些受刑 那些犯罪的少年 他說因為 他覺得幫助是建立在 我比較好他比較差的情況下 或是我真的讓他的生命 帶來很多的改變 他覺得他做的真的很有限 他就是在他的職位上 把事情把專業工作做好 所以我會覺得 跟我們今天談學習的觀念是很像的 這個互為主體的概念 那到底什麼是學習呢 前面我剛剛講 每個人都是天生的學習者 自主學習是一種 學習的典範 他不是方法跟技術 這裡有點抽象 我稍微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學習典範 很多人以為 自主學習是一套方法 技術 並不是只有這樣 自主學習它其實很重要的是 從我剛剛前面花 接近一個小時在解釋的一個概念 就是教育的哲學觀 很有關係 跟整個教育的場域跟環境 很有關係 所以自主學習它不是只是說 你這樣這樣做就是自主學習 它牽涉到的範圍很廣泛 包含的是 我們以一個孩子為例 我們說我怎麼樣去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不是我教他說 你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 你做到A B C D 你就叫做自主學習了 不是 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很在乎的 還有我們前面剛剛講到的 互為主體 還有的是這個大環境裡面 怎麼看待學習 包含他的爸爸媽媽 包含他所身處的學習環境 都是自主學習典範當中 我們很在乎的事情 我舉幾個例 簡單的說 我們的定義 大家看這張投影片 我們的範圍就是在整個生命生活當中 那 換句話說 你無時無刻都在學 你在不同的環境 你就會有不同的感受跟想法 如果你有那個自學的能力 其實你就可以 學 你有那個學習的動機 你就可以學 所以整個生活都是我們的場域 裡面有三個區塊 第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 人家比較會定義叫做 自主學習的方法 策略 這是一塊 另外一個元素叫做 無界學習 就是要打破 學習只能在某一個場域的概念 很多人以前都覺得說 學習就在學校 小孩去學校上學就在學習 在這個時候我們談的自主學習 它已經打破校園的概念 就像我剛剛講的 網際網路能不能學 包含我們所身處現在的仕途 我講一個 我一個很 很尊敬的一個長輩的一個經驗 他說他當年念高中 他都翹課 因為他老師很討厭他 討厭到什麼程度 點名會跳過他 那為什麼老師討厭他 因為他就是那個一直舉手 一直問問題 然後一直挑戰老師 他覺得老師講的不對的地方的那個人 他會提出十萬個為什麼 老師叫他做什麼他都問為什麼 然後老師後來就很不爽他 到只要點名就跳過他 他後來就不去上課 他去哪裡 圖書館 他說他高中三年 把圖書館的書全部看完 你覺得這個小孩 跟他在教室聽講的小孩 你如果回到認知學習的角度 哪一個人接收到的資訊量是比較大 或是廣度是比較廣的 那一定是圖書館 他現在是台灣當代很被尊敬的藝術家 他得過國家文藝獎 他當年是這樣 所以我想講 學習已經沒有邊界了 在這個時候 絕對不會只說你去學校讀書就叫學習 回來家就不讀書 為什麼小孩會不愛讀書 因為讀書的目標太單一了 只是為了考試沒有樂趣 但是讀書不是只是為了這個目的 讀書還有很多的目的 我最開心讀書的時候就是我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時候 我大學修兩個系 我修特殊教育又修心理輔導 因為我修了第一門課 我修了普通心理學之後 我就愛上心理學 學校只要開有關心理學的課 我全部都修過 我一個學期是三十幾個學分 我當年修接近兩百個學分畢業 沒有人逼我 我晚上都還在上課 我會自己去圖書館看書 那是為什麼 那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講那個內在的動力 你對學習有熱情的時候 你小孩不需要逼真的 他自己就會去學 他自己就想做 所以另外一塊在自主學典範裡面 我們談的叫群學 很多人以為自主 他看到自學或自主學習 就會覺得說 是一個人的事情 其實不是 他需要夥伴 一個小組 你在一群人裡面 你絕對可以 在這一群人裡面 在別人身上學到東西 我可以保證 我們這邊 每個人會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你就可以在別人身上學到東西 或者是你們對一個議題 會有不同的想法 你就可以在別人的想法當中得到收穫 所以自主學習裡面很強調 夥伴 他不是一個人必門造句而已 他需要跟別人交流 所以這幾個元素 很清楚的是在談 我們這本書裡面 何謂自主學習典範的一個重點 最基本要解構的 我剛剛已經花蠻多時間講 你要解構掉老師跟學生的關係 傳統的私生關係就是一對多 老師在講 學生聽 抄筆記 這是最傳統的學習典範 私生關係 自主學習典範的私生關係 就像我前面不斷跟大家 透過我自己跟學生互動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我只是這個五個圈圈當中的其中一個圈圈 我跟不同的孩子都會發生關係 學習的關係 孩子也會從不同人身上學到東西 這就是自主學習典範的私生關係 所以這個課堂 不會是像我現在這樣站在台上 一直不斷的自言自語 這個課堂就是 我會坐在下面 可能大家圍一個圈圈 大家可以討論 針對一個議題 大家可以說說看自己的想法 如果今天不是要錄影 我大概也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 我自己的課 基本上我不太站在講台上講課 包含我教數學也是一樣 我就提出一個概念 我們來討論 我們就圍成一個圈圈 大家不要小看 我這個方法 我是蠻有自信的 我在十幾年前 我有帶一批學生從國中上到高中畢業 我教他數學 可是我求學階段 我最差的一顆是數學 等於我重新準備 然後我帶一批學生 大概八個到十個 我的教法就是像我剛剛跟他講 我不是在講台上這樣一直講 因為我那些學生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需求 我就是每一堂課 我會有一兩個重要的觀念 簡單的講完 我們就開始練習 然後大家討論 我還蠻驕傲的 那一群學生當年考大學聯考 那時候叫做指定考科 指考 平均是95分 比我自己當年考大學聯考還高 你說我怎麼可以做到 因為我覺得不是灌輸 你知道嗎 那不是我教你 然後你抄你寫 是我們大家不停的討論 而且裡面的老師不一定是我 可能是別的學生 他比較快就領悟這個概念 他可以解釋給別人聽 那你想 什麼叫真的學會 就是你可以教別人 你如果真的學會 就是你可以讓別人也學會 你可以教別人 那就是你真的理解這個概念 所以我那個班就是輪流大家當老師 有些人這個概念比較快 學會就分享 討論 所以這是我從十幾年前開始做 不是因為我寫這本書 我才這樣做 是我一直以來對於學習的看法 就是這樣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在現在台灣的教育環境裡面 已經越來越多人願意嘗試用這種方式 我覺得是有在改變的 所以這個過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就是跟孩子的關係 因為你想嘛 誰會想跟一個就是 你不信任或是你覺得 一個關係不好的人討論或溝通呢 就像我剛剛分享的那個案例 我說那個孩子跟我見面不到30分鐘 他可以分享他自己的過去坎坷的聲勢 對不對 那是因為他主動願意講 但是如果我一開始 我就是用很高壓很權威的方式去要求他 管理他 那他就會跟你對抗 所以我覺得在自主學習的過程當中 老師的角色或是說 大人的角色是 一種跟孩子很互信信任的關係 所以講到這裡 我們在書裡面有特別提到 我們重新定義學習跟教育 所謂的學習呢 第一個一定會有內容的增加 就量會提升 就是你經過一個學習 就像今天你參與了這個學習 你會知道什麼是自主學典範 大概會多一點這樣的認識 這就是增量 然後這個對你教養孩子 對於你看待教育議題有用 對不對就是他可能給你一個思考教育 跟教養的一種觀念或方法 再來 有用包含幾個層次 包含他可以理解這個世界 他可以改善生活 他可以有好的 有自己屬於自己的一些生涯發展的一些機會 他可以提升公民素養 所以有用會有這幾個層次 那再來呢 學習者的主體性 這裡要特別解釋一下 學習就是增量乘以有用 再乘以學習者的主體性 什麼叫學習者的主體性 第一個就是自己嘛 自我的這個部分 到底對我來說 我相信什麼 我認爲什麼是對的 我覺得什麼是好的 我怎麼想我怎麼看 關於我個人的部分 自我的部分 好群我就 我覺得更需要大家 理解 群我就是所謂的 對我來講就是 這個群體大家的一些 所謂的公共性或共同認知 所謂的群我 就是我們的想法很多時候 不一定只是單純從自我出發 我們會考量最簡單 家庭 你做很多決定 例如說今天週末 你怎麼決定要來這裡 試圖 你可能要考慮 其他家人的一些狀況 或是家人的喜好 或是需要溝通 所以群我的部分 就是最簡單一個單位 就是家庭嘛 你身邊的人嘛 或如果說你放到學校環境裡面 就是班級的同學 或是小組的同學 我們對於一個決定 對於一件事情 我們有時候會需要 有群體的這樣的一些概念跟想法 會考量到別人 對我來說 學習的這個區塊 那個所謂的學習者主體性 是包含你自己的想法 跟你去理解你環境的這樣的想法 那再來 我剛剛前面也特別提 學習跟教育 教育是 學習者願意 你成為好的工具 學習者願意用你嘛 所以這裡就特別講嘛 教育是什麼 就是學習的過程當中 別人可以幫忙的部分 就是一種教育 教育只是學習的一種型態 所以這本書裡面 我們很清楚的去希望讓 讀者去區分 教育跟學習的差異 那我講一個例子 我想今天 也蠻難得的 就是可以在這裡去談 自主學的典範 我就用剛剛講到的這個典範 跟理念 我講一個實際上 我在我們學校高中 開的一門課 我前面其實沒有介紹太多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是一個實驗學校 我們目前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到高中三年級 我們的學生數有兩百多人 我們專職的老師有五十多位 那是跟我的夥伴 就是台大電機系的葉秉晨 葉老師合作 他是校長 我是副校長 那我在學校主要做的工作是協助老師 所以我不會直接授課 基本上我不太在學校直接教學校的學生 但是因為去年高中生他們有一門必修課 叫做個人成長 然後高中生就票選說希望哪個老師來教 那我就被選中了 因為我比較難拒絕學生 學生大概開口我大概都會答應 所以高中生他們自己票選說 希望學校哪個老師來教這門課 然後我就被選中了 所以我就開了這門課 那這門課呢 我就是用自主學習典範去操作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門課的分享當中就知道 其實不難 其實你在生活當中 你可以陪你的小孩 甚至你如果是單位裡面你需要做一些教育訓練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不一定是只用在所謂的學校或教室裡面 那這門課呢 它的題目叫個人成長 目標就是陪伴高中生自我探索跟成長 我們要一起思考人生跟面對生活當中的難題 剛剛前面我有講 我有花一點時間講說 我們學校的學生大概對於生涯 對於選擇會有焦慮會擔心 所以這其實也是這門課的很重要的課題 那有三個指目標 我其實在這門課裡面希望操作就是 教這群孩子怎麼樣去自我覺察 怎麼去覺察他自己的狀態 他的想法他的感受他的情緒 第二個他能夠透過這個討論 能夠培養同理心 他能夠傾聽他的夥伴 理解別人的狀態 第三個就是學習正念 就是說包含其他的方法 因為我自己是學輔導的 所以我會帶入一些輔導 我覺得可以幫助高中生去 穩定自己的一些策略跟方法 那給大家看一下 前一頁抱歉 他一直亂跳 好這樣 這是我們的高中生 我們有一堂課就是 在介紹我的家庭 就是讓每個高中生 他能夠去分享他自己的家庭的一個狀況 他就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的那個塗鴉 那基本上 我們談我嘛 我們不是說嗎 自我跟群我 所以我就會希望孩子去 連結到他自己生長的脈絡 很多孩子的觀念跟爸爸媽媽很接近的 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的影響力 包含我個人 我到我學心理學輔導之後才發現原來我這麼多觀念是跟我爸媽很像 因為我小時候跟我爸媽衝突很多 因為我很叛逆然後又過動 但是我後來讀了輔導才發現原來我好多的價值觀想法 都是跟我爸媽有像的 所以你看淺移默化是多麼可怕的力量 不是 是我覺得 叛逆應該 應該是說我們家如果你說以特質來說 應該也都有這個基因 就是 或者是說沒那麼服從 也有 但是我說的那個像啊 其實這個算是比較 與生俱來的 我說的像是後天的 我剛剛在描述的那個想 例如說我舉例好價值觀 像我很不喜歡浪費 因為浪費 我舉例像我們家吃飯是這樣 沒有例外 每次出去吃飯 每一道菜都會剩一口 這是我們家的文化 為什麼剩一口 因為我從小就印象很深刻 是我爸媽 在我們吃飯的時候就會說 你要考慮別人有沒有吃 然後 你要看一下 大家的狀態 就是 你不是說 因為我們小孩都是這樣 你喜歡的是不是一直吃一直吃 這是正常的 但是我從很小到現在都有印象 是我爸媽都會提醒說 你這個行為是不好的 你要去觀察別人到底有沒有吃 或是 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一直吃 所以我們家到現在 我有兩個弟弟 都成年了 都成家了 我們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 每一道菜都還是會剩一口 到現在 最後就會 大家都會開玩笑說 你看又來了 每次吃飯到最後都這樣 然後就會分配啊 責任分配 那個誰吃 那個誰吃 就開始就是台面話嘛 就是會講 但是這個就是 你都不講 最後都是一樣 是這樣的狀態 那節儉也是一樣 就是 我稍微講一點我爸的例子 因為我爸他蠻特別 他以前念高雄中學嘛 然後 他就跟我講說 他以前念熊中的時候 很窮 他買不起參考書 然後就會放學 熊中放下課 就會在那個參考書店 站一個晚上 他會在參考書店 把參考書看完 然後再坐火車回屏東 因為我爸以前他們住屏東 然後後來他考上醫科 他在讀醫學院的時候 他說他常常就是 一個便當要吃兩餐 就到這種程度 一個便當要吃午餐跟晚餐 或是晚餐跟隔天的早餐 所以 我爸非常非常節儉 他節儉的程度就是 很厲害的節儉 我舉例 像有一年父親節 因為有一年父親節 我想說我請我爸吃飯 就請家人大家去吃飯 然後 就訂了一家蠻好的餐廳 然後 我爸對那個 金錢的花費 就如果是 貴一點的 他就會捨不得吃 他大概就這樣 所以我都 不要讓他知道 價格就好 就我不要 我就瞞著他 就是說我結帳 我就自己處理掉 不要讓他知道 不然他有時候 然後 一知道之後 他就 你就知道他整個人不對勁 那天 爸爸姐印象非常深刻 是因為 我也沒讓他知道 然後 我就覺得他整個人 坐立難安 吃飯就吃很快 明明他是主角對不對 父親節他是主角 吃完飯 大家是為了他去吃飯的 他吃完飯 他就說他要走了 他說我去把車開出來 我在外面等你們 我後來才想通 因為停車費太貴了 你知道嗎 就是他有很多他的點 就是我 開始我經濟獨立之後 例如說可能 節日 假日 或他生日 我們會買禮物送他 他都捨不得用 他都是那種 放到東西 放很久很久 他都捨不得用 就是那種 我們都開玩笑 他是異常節儉 那 自己做的 我可能沒那個能力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你說對於節儉這個觀念 我覺得在我們家庭的身上 都還是會有一點點 我舉例好了 用車好了 我在大學的時候 還很不成熟 我就讀這裡 然後也 還是 我覺得大學才開始慢慢變成熟 但是 跟我爸也還蠻常會有一些衝突 有一年也是過年的時候 開車 我爸開車 載我們家出去玩 然後 去他朋友 去他朋友家 在苗栗 我都還記得 然後他朋友就開了一台B&W在前面 然後我爸就開在 我們家就開在後面 我爸開那個Toyota 就開在後面 然後我那時候就 年輕氣盛 我就說 爸你看 你同學都開B&W耶 我就虧他 我想說 都醫生啊 他同學也是當醫生 你也當醫生 我說 你同學都開B&W 你開Toyota 這樣 我就酸他 然後我爸也 也沒有怎麼樣 他就說 他覺得車就是代步的工具啊 他說 他覺得Toyota很好啊 沒什麼不好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 很屁 我就說 買不起在那邊說 這樣 就虧他這樣 然後我爸就生氣了 因為我覺得很白目嘛 然後我工作 其實我 我蠻早就開始工作 就是 說班畢業工作 十幾年 我也都開Toyota 然後我很想換車 其實我很早就想換車 但我就是 捨不得換 就其實我就發現 我的很多行為模式 跟我爸一樣 但是 沒有到他那麼 嚴重 所以我最近就換了電動車 我在我的Toyota 壽終正寢之後 我就決定很下心來換電動車 然後我就 因為換電動車 我就要載我爸媽 然後 我就可以感受到 我爸 也是 我覺得他也要調適一下 這個心情 雖然那個錢是我自己出的 但我覺得他還需要 你看他坐我的車 他還要調適心情 你大概懂 懂那種概念 就是說我想講喔 我覺得價值觀 很多的行為模式 小孩真的會 沒有他就 你就覺得他不自在啊 就他坐你的車他不自在 對 你可以說不太說 或者說你就覺得 因為我很敏感嘛 我學輔導 加上我本來就很敏感 所以我對人是 那 會很有感受 我就會知道說他不太自在 那我就要想辦法讓這個氣氛比較緩和 對 但對我來說明明就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 但我做這個決定我也很掙扎 沒有啊 沒有啊 不會他不會氣啦 因為其實我們都已經獨立很多年了 所以他不會 我們沒有不會 他不會干涉 我爸媽很好是 他 除了在我說我想當棒球選手的時候 阻止我之後 後來其實我的生涯裡面 我選擇讀什麼學校 做什麼工作 他們是關心 但他們沒有那種很強的指導性 你想嘛 我爸是醫生 我媽也在大醫院服務 他們都是走醫護的嘛 他沒有要求我讀醫科 從小沒有 但我有很多同學他爸是醫生 他重考三年 是因為他都只考上牙醫啊 他爸就要他當醫生啊 我爸媽很好是 他沒有去很強勢的去做這些要求 還蠻給我們兄弟就是比較 自主的選擇 我覺得這很重要啦 因為 我們看過很多那種很 指導性很強的父母 其實會小孩會很辛苦 而且那個關係 我舉一個例嘛 我有一個同學 他經濟獨立之後 他就去美國了 我在美國遇到他 我不是前面說我每年都去美國交流 有一年就去 去美國的時候他就跟我聯絡 他說想跟我聊聊天 我說好啊 他就來 我們在那個飯店的拉比 哇他講到痛哭流涕 就一直流眼淚一個女生 一直哭一直哭 因為他跟我說他為什麼不想回台灣 他說他爸媽就是從小就是對他非常強勢的安排 他不回來 他說他怎麼樣他都不會回台灣就對了 他就是打定主意他一輩子都不要回台灣 真的有這樣的例子 就我自己的輔導的個案裡面也有 就他背負著非常大的那種 父母或家庭家族的期待 這真的也有 所以我覺得我這一點我是非常幸運的 所以回到這一張圖上 我讓我的學生去分享他自己跟他父母親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講生命嘛 講探索 他要從他的原生的這一個 對環境當中去去檢視 有些東西可能是從上一代就傳承下來的 所以你看這門課喔 這是我的課程設計 我簡單講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這符合自主學習典範 你看第一堂課 我在第一堂課的實作就是讓所有人說話 我讓所有的學生說話 讓他說他對於這個題目有什麼想法 他想要談什麼 OK 所以我這個整個學習的安排 會跟第一堂課很有關係 因為我後面的主題是跟第一堂課有關的 所以你看到後面的課程計畫 每一個禮拜都會 除了我要談的議題之外 我會搭配讓每一個小組分享 有沒有看到小組 還記得嗎 自主學習典範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群學 我要讓小組工作 我把一個大組又拆成很多個小組 他在小組裡面需要跟夥伴對話 他在大組裡面也需要跟不同人交流 這就回到我剛剛一開始給大家看那個星星對不對 我們的角色是這樣 我只是其中一個 我會分享我對於這個題目的一些想法 但你們自己當初設定的個人成長主題 我們要來交流跟來分享 所以這個就是六次 這六次就是這幾個題目都不是我定的 這整個學期我們談的個人成長的議題 是高中生自己定的 包含認知學習 時間管理 追求 焦慮 心理障礙跟壓力 其實我滿感動的 因為這一堂課到最後 這群高中生 高二 我看他們的時候是小五開始 小五小六 國一國二國三高一高二 七年嘛 我認識他們七年 我沒有直接教學 但是我在很多的場合都會遇到他們 會跟他們聊天 所以我們彼此是很熟悉的 那這群小孩在這堂課 哇超好玩的 講到後來 這些題目談完大家在聊什麼 小孩說他自己小時候是 來我們學校之前 他說我小時候被診斷是過動 因為我會講我的一些生命經驗 跟他分享 他說老實我跟你講 其實我來這間學校之前 我也是過動 我還吃藥 怎麼樣 然後另外一個講說 他是學習障礙 他不太會寫字 到現在很多字還會寫錯 然後另外一個講說他有自閉症 有兩個 還有兩個 你看我們的意識性有多大 但是我必須講 這些小孩在這個學校裡面 從來沒有談這些事情 跟其他人 我們也不會拿這些 既有的標籤跟框架去看他們 但是在這個場合 你想高中生 在自我認同 尋求自我認同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他在什麼樣的環境下 他可以侃侃而談他自己的狀態 而且這些是不為人知的 這個環境是沒有人知道的 然後他願意在這個環境裡面 去揭露他自己的一些 過往的一些生命的狀態 所以我想講就是說 特別提這件事是因為 還記得嗎 我說那個互動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在自主學習的過程當中 教學跟學習彼此的關係是互為主體的 我從他們身上也學到非常多 包含他分享自己的一些生命歷程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在自主學習典範的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幾點 包含第一個是雙向對等的溝通 所謂雙向對等就是我沒有比你好 比你厲害 我們是很對等的 你可以說話我也可以說話 第二個你要讓學生學會去傾聽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孩子一定比過往的 這方面的能力會弱一些 坦白講就是我覺得跟網路有關 像很多人現在小孩吃飯配手機 對不對 吃飯配網路 我們以前配小菜他配手機跟網路 就這樣啊 很多小孩吃飯是吃自己的啊 在大桌上 這個其實是我自己比較會堅持的 就是我覺得在吃飯是一個很 社會性的一個場合 他應該要有群體的意識 因為他在吃飯的時候他如果只看手機 他會忽略掉很多環境當中的訊息 他會缺乏對人的敏感度跟了解 因為你在吃飯的過程當中你在觀 你也可以接收到很多人的狀態的不同 這就是一種觀察 對環境觀察能力的培養 但現在真的我必須說 很多人吃飯的時候 一家人吃飯四支手機的 真的四個人吃飯 然後各看各的手機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不建議啊 那你說孩子為什麼同理傾聽的能力越來越弱 因為他沒有練習的機會 所以這個我覺得並不是什麼文明病 我覺得這是一種生活環境跟習慣的 造成的一個後果 我覺得這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關係裡面 我認為就是 很多人很多爸媽媽或是師長會覺得說 小孩就講不聽啊 所以我要凶他我要罵他 我要怎樣他才會聽啊 我必須說這會惡性循環 真的不是這樣的 你只能說你凶你罵他會很快速的警醒 因為這是我們注意力的一種機制 遇到環境有威脅的時候 我警覺心提升 我專注力會提升 我會聽到你說話 這是注意力的一種機制 但是溝通不是這樣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在我自己的場域 就像我帶昨天40個學生 我不用凶啊 我講話還是跟一樣用這種語調 可能會帶活動的時候我會加速 我會提那個說話的速度 因為我要帶動那個氣氛 但我不用凶啊 我跟我的學生 可能我們出去外面活動 50個學生出去 我也不用凶啊 其實 我認為是要用尊重 對方的方式 讓他理解你的狀態 所以你要說給他聽 因為你不要覺得別人都會很了解你 其實別人都不了解 你要說給他聽 而且是要用尊重他的方式 即便他是小孩 不然其實我覺得人本來就是本能的會有防衛 所以當他接受到 對你沒錯你發現他在聽你說話 但是他是表面上在聽你說話 但他心裡很抗拒了 因為 注意力注意到了 但是他心裡不舒服了 他就會開始抵抗 所以你有聽到也沒聽到 聽到聲音沒有聽到內容 你懂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 可以刻意練習的方法 我早些年我前五年當老師我也很兇 但真的沒有用 我覺得那個沒有用就是很表面 然後你跟學生的距離會很遙遠 你也達不到你真實的一些目的 那群學裡面只有一個小提醒 就一群人在一起 一定會有好的影響 也會有負面的影響 我舉一個例就好 我們爬山 一定會有人抱怨的 這什麼爛天氣 你還帶我去爬山 颱風不在家休息就好 你還要爬山 很危險 然後開始一直抱怨 走那麼多路 跟他不坐車 這是正常的 只要一個群體裡面 有一個人在抱怨 就會擴散 正常 所以 當你發現這個群體 開始出現負能量的時候 你就要介入 去轉化那個能量 這可以做得到 孩子是很容易被這個環境 情境影響 所以我自己在帶團體的時候 那個團體的動力 團體的氣氛 我覺得是 需要刻意去營造的 在自主學習也是一樣 我們剛剛講 群體的 群學 一群一群人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一組有些人動力沒那麼好 那你就要進去 那一組 動力都很棒 他自己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做得很好 你會發現每一組有不同的狀態 每一群人有不同的狀態 每一群人有不同的狀態 其實是一樣的 每一個家庭也會有不同的狀態 所以這就是群 裡面我們需要操作的 我覺得有很多種技巧 例如說假設有人在抱怨 例如我舉例好 他抱怨然後就會說 老師他要走多久 你要走多久才 然後你有很多種方法 像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說 他說要看你走多快 你開玩笑 他說 他說我們今天要走多久 我說你走多快 就會決定這個時間 你轉移注意力 或是用一些比較幽默的方式 這也是一種策略 或者說像你講的 轉化 但我覺得不用騙小孩 基本上我就是 我覺得騙小孩是沒有用的 因為每個人都很聰明 大家都會知道 你說的是真心話還是不真心話 我大概會從意義性去跟他解釋 或者是我讓他找到 這個活動當中的一些動力 不一定是 他可能還是很累很煩 但是他因為在這個活動當中 我介紹一個朋友給你認識 他跟你喜歡的東西很像 把他湊在一起 他們就邊走邊聊天 對不對 他就轉化掉他原本的那種抱怨 或者有些年紀比較小 老師也可以用鼓勵的 或者說 我大概會這樣 就是因為我比較像小 我個性可能比較像小孩子 我可能很容易在 環境當中找到樂趣 所以我就會說 我發現你很有樂趣 我就會影響他們去 把注意力放在那件事上 所以那其實蠻看人 如果你自己也是一個很負能量的 基本上你就很難 因為大家都會被你影響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在操作自我學習 很重要的一塊 那最後 因為我覺得這個部分我不會細講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情緒素養那本書 我覺得情學很需要 就是社會情緒學習的能力 那在我的其中一本書裡面 特別談這五個能力的訓練 應該那一本書新書發表也有在這裡講吧 所以你不用不一定看書 你可以上那個 仕途的影音資料庫 它有錄影 你可以把那一場演講的錄影調出來 就談這五件事 那我在這個演講過很多次 不然泰山文化基金會 今年我會講一場直播 跟大家談生涯 那這也是台北市目前很推的 叫社會情緒智能 基本上我覺得這些 我就不細講 你可以去看影片 裡面在談的概念就是 我認為是比認知學習更重要的事 這些早期都不會有老師教你 你要靠你自己體會 但我的課就是在教這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些事情是 需要被有意識的訓練的 那延伸閱讀就是這幾本書 那我想今天啊 最後最後給大家看一張投影片就好 因為這些都是相關的 這是我這幾年寫過的書 給大家看一下 這幾本書 那今年還會有一本新的 明年還有我正在準備 除了我剛剛講到的那本以外 還會寫一本 跟情緒教育跟籃球教育有關的書 好 那我想最後就用這張投影片做結尾啊 如果對於教育啊 對於輔導工作 或對於特殊教育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上Facebook 打我的名字其實就找得到 我大概就會 把很多我的工作的紀錄啊 分享在Facebook上面 然後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那個故事就是 我昨天有寫 因為昨天就遇到那個小男孩嘛 我就下課之後我就開始寫紀錄 寫了我就覺得這個 分享出來我覺得對很多老師會有幫助 是一個提醒啊 就你班上如果有一個小孩很 你第一次見面就給你難堪了 你要選擇怎麼跟他相處 你當然可以鎮壓他 像我們的同學就說我就鎮壓他 把他叫起來去防衛罰站罵一頓 對不對 下次就會乖了 但真的會乖嗎 我覺得不會 你怎麼樣從最核心的這一種 人跟人的信任關係去建立連結 那我想那個孩子 他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把他過去很辛苦的經歷告訴我 我覺得某種程度就是第一個 信任關係有建立起來 那後續我要做很多的工作 我覺得就沒有這麼困難 謝謝大家今天在颱風天海 來這裡聽分享 我想未來應該還有機會跟大家互動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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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